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为大家揭秘一个即将到来的重大转折点 那就是从6月27日开始 有五大幸运生效的财运将会大幅提升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些生效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好运时机 某些生效甚至可能会一夜暴富 迎来财富和事业的双重丰收 本期视频将详细为大家解析这些幸运生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遇到哪些财运机会 以及如何通过合理的策略和方法 把握这些机遇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我们不仅会介绍每一个幸运生效的性格特点 运势发展 还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帮助大家在财富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在我们的讲解中 您将了解到 每一个幸运生效在6月27日之后的具体财运变化趋势 以及他们在事业 生活各方面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准备投资 创业 还是在职场上谋求晋升 这些信息都将对您大有弊异 此外 我们还将分享一些提升财运的小秘诀和实用技巧 帮助您在这段时间里最大化的利用好运气 比如 如何通过调整生活中的小细节来吸引更多的财富 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如何通过一些简单的风水调整来增强自己的财运等等 请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逐一揭秘这五大幸运生效的详细财运走势和独家建议 确保您能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抓住机会 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神话 一 生效龙 属龙的人勇敢顽强 计划周详 常常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无畏的精神 属龙人具有强大的自信心和决心 总能在逆境中找到突破口 无论是在团队中还是在个人事业中 他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带领团队走向成功 他们的勇敢和顽强 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从不退缩 迎难而上 总能化险为夷 从6月27日起 属龙人的财运将会飞涨 事业上不断进步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属龙人都将迎来一系列的好机会 表现出色 这段时间对于属龙人来说 将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期 他们的付出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不仅如此 属龙人的整体运势也会有所提升 各方面的阻力减少 做事情变得更加顺利 近期 属龙人的财运将迎来大突破 无论是意外奖金 投资回报 还是其他形式的财富增值 属龙人都有可能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在财务管理方面 属龙人将会有意外的收获 不仅能发现新的投资机会 还能有效规避风险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对于那些一直在努力工作 追求财富的属龙人来说 这段时间无疑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在事业方面 属龙人将会遇到一些绝佳的机会 只要抓住这些机会 属龙人将能够迅速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 甚至有可能一夜暴富 无论是晋升机会还是新的项目 属龙人都应全力以赴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领导能力 将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那些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属龙人 终于可以大展拳脚 展示自己的实力 赢得同事和上司的认可 属龙人需要注意规避投资风险 抓住每一个机遇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现财富的增长 同时 也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避免盲目跟风 在投资和决策时 应当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评估 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 而做出草率的决定 属龙人还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 避免因过度工作 而影响身体状况 在面对各种机会和挑战时 属龙人应当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但也要脚踏实地 稳步前行 最后 建议属龙人多与家人朋友交流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二 生肖兔 属兔的人坐视冷静 洞察力强 善于分析和判断 属兔人通常表现出温柔 体贴的个性 能够很好地与他人相处 在面对复杂局面时 他们往往能够保持冷静 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 找到最有解决方案 属兔人也具有极高的情商和敏锐的直觉 能够迅速捕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并做出相应调整 他们谦逊谨慎 不轻易显露锋芒 但一旦下定决心 便会全力以赴 展现出非凡的执行力和洞察力 从6月27日起 属兔人的财运将会高涨 事业也会逐步攀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属兔人会发现自己在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无论是从事哪种职业 属兔人都将会迎来诸多有利的机遇 职业生涯将逐步走上正轨 甚至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与此同时 属兔人的人际关系也将更加和谐 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度提升 使他们在团队中愈发重要 影响力不断扩大 尤其是在偏财运方面 属兔人将会表现得尤为出色 有望在短时间内取得丰厚的收成 不管是通过投资理财 购买彩票 还是参与其他形式的理财活动 属兔人都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收入 属兔人的谨慎和细致 将帮助他们在众多选择中 找到最合适的投资机会 获取超出预期的回报 近期的财务状况将显著改善 让属兔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和安全感 在事业上 属兔人的努力和付出将会得到领导的认可 生活甜美 事业上有望飞黄腾达 属兔人将会在职场中 展示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责任感 赢得同事的信赖和上司的赞赏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项目或任务中 属兔人将会大展身手 表现出色 推动团队取得重要成果 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 属兔人的生活质量也将随之提高 感受到事业成功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属兔人要保持冷静和洞察力 充分利用财运机会 与此同时保持谨慎 不要冒进 以确保自己的财运能够持续稳健的增长 建议属兔人在面对各种投资和机遇时 依旧要保持一贯的冷静和分析能力 仔细评估风险与回报 不要被短期的收益蒙蔽了双眼 在工作中 属兔人应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 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与同事和谐相处 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此外 属兔人也应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调适 避免因工作过度而影响生活质量 在追求事业和财富的同时 不要忽视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平衡 保持全方位的幸福和满足 三 生肖蛇 属蛇的人聪明努力 懂得扬长臂短 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克服困难 属蛇人通常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和出色的判断力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他们的智慧和灵活性 使得他们在面对挑战时 总能游刃有余 迅速调整策略 化解困境 属蛇人还具备很强的自律性 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一旦确定目标 便会全力以赴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他们的努力和智慧相结合 使得他们在各个领域 都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 从6月27日起 属蛇人的运势将会飞涨 财运茂盛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属蛇人都将迎来许多机会 这段时间将是属蛇人 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最佳时机 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 都能取得突破 无论是事业 财务还是人际关系 都将有显著的改善 属蛇人需要做的 就是保持积极的态度 抓住每一个机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现人生的重大飞跃 财运高涨 收入有望显著提高 工作机会也会增加 属蛇人将会体验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顺遂感 在投资理财方面 属蛇人将会有很好的表现 能够找到一些回报丰厚的项目 带来可观的收益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属蛇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花费减少 而收入增加 生活变得更加宽裕和舒适 对于那些一直在努力工作的属蛇人来说 这段时间将是他们收获成果的好时机 在事业方面 属蛇人将会迎来金钱和事业的双重收获 表现出色 职位上升 收入增加 属蛇人会在工作中 展示出色的能力和领导才能 赢得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和赞赏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职位上升 薪水增加 事业发展迅速 属蛇人在团队中 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决策和意见将受到重视 影响力不断扩大 继续努力工作 抓住每一个机会 实现事业和财富的突破 同时 要保持谦逊和务实 避免因意识的顺利而自满 属蛇人应当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属蛇人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刻关注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与此同时 属蛇人也要注重平衡工作和生活 保持身心健康 避免因过度工作而影响身体状况 建议属蛇人多与家人和朋友交流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实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 4.生肖羊 属羊的人堂堂正正 追求不断 拥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 属羊人通常表现出谦逊和温和的个性 善于与人相处 深受朋友和同事的喜爱 他们心思细腻 待人真诚 总能在细节上打动人心 属羊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们一旦设定目标 便会不懈努力 追求卓越 无论是面对何种困难 他们都能保持冷静和坚韧 寻求解决方案并坚持到底 从6月27日起 属羊人将会受到吉星的照耀 事业顺风顺水 财运也会显著提升 这段时间将是属羊人迎来事业和财运双丰收的黄金时期 吉星的加持会使属羊人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许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资深员工 都将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 事业发展迅速 同时 属羊人的人际关系也将得到改善 与同事和上司的互动变得更加和谐 这将为他们的事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财运高涨 客源滚滚 属羊人有望大赚横财 财富迅速增加 近期 属羊人将会在财务上迎来一波前所未有的好运气 无论是通过工作获得的薪水提升 还是通过投资和副业获得的额外收入 属羊人都将体验到财富快速增长的喜悦 特别是在商业活动中 属羊人将会吸引到大量的新客户和合作伙伴 业务量激增 利润丰厚 这段时间 属羊人应该抓住每一个财运机会 积极拓展自己的收入来源 确保财富稳步增长 在事业上 属羊人将会不断进步 生活甜美 职位上升 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属羊人将在工作中 展现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 推动团队不断前进 无论是承担新的项目 还是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属羊人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赢得同事和上司的高度评价 随着事业的发展 属羊人的职位和收入也将同步提升 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职业生涯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 注意调节感情运 关注健康问题 特别是肠胃 在忙于事业的同时 不要忽视家庭和健康 以确保自己能够持续的发展和进步 属羊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 也要兼顾家庭和个人健康 建议属羊人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注意饮食和作息 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 要多花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属羊人应当学会平衡工作与生活 避免过度疲劳和压力 确保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能健康和谐的发展 通过全面的调节和规划 属羊人将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双赢 实现长久的幸福和满足 属羊人通常展现出卓越的智慧和灵活性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迅速找到解决方案 他们天生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喜欢接受新的挑战 并且在面对未知时 表现得非常自信和勇敢 属羊人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 他们不仅反应迅速 而且创新能力突出 总能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创意 在人际交往中 属羊人也非常擅长与人沟通 能够巧妙地处理各种关系 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好感 从6月27日起 属羊人的财运将会非常畅通 有望一夜暴富 这段时间将是属羊人财运和事业的高峰期 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好运气不断涌现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将充满惊喜和机遇 极星的照耀 使得属羊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变得顺风顺水 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目标 将会在这段时间内轻松达成 属羊人需要做的就是积极把握每一个机遇 勇敢地迎接挑战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优势 实现个人和职业的双重突破 近期 属羊人的运势将会显著提升 财运旺盛 事业顺利 收入增加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属羊人都将迎来丰收的季节 尤其是在偏财运方面 属羊人将会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可能通过投资理财 兼职或其他途径 获得可观的收益 属羊人的财务状况将显著改善 收入稳步增长 经济压力减轻 生活质量提升 特别是在商业和投资方面 属羊人将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机会 通过智慧和努力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 在事业上 属羊人将会遇到贵人相助 不断进步 表现出色 职位上升 收入提升 属羊人在职场中将会迎来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和认可 无论是在团队合作还是独立项目中 属羊人都将表现得非常出色 赢得同事和上司的赞赏 贵人的帮助将使属羊人在职业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许多之前难以实现的目标将会在贵人的支持下顺利达成 属羊人的职位和收入将会同步提升 他们的职业生涯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保持努力和聪明 抓住每一个财运和事业发展的机会 与此同时 保持谦逊 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自满 属羊人应当在享受成功的同时 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建议属羊人多学习和积累知识 保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和进步 同时 要注意平衡工作与生活 保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属羊人还应当珍惜身边的贵人和朋友 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互相支持和帮助 共同进步 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智慧 属羊人将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更大的成功和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与钱包有关的风水 钱包的风水在个人财运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个适当选择和布置的钱包 不仅可以帮助你增加财富运势 还能在钱一幕话中提升你的理财意识和能力 以下是一些关于钱包风水的建议 可以帮助你增强财运 吸引更多的财富和好运气 1.选择合适的颜色 选择钱包的颜色对提升财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同的颜色象征着不同的能量和寓意 选择合适的颜色可以有效地增强你的财运 黑色象征稳定和财富积累 适合保守行李财者 黑色钱包能带来稳定的财务状况 帮助你更好的管理和积累财富 红色代表活力和吉祥 适合希望提升财运的人 红色钱包能带来活力和好运气 激发你对财富的追求和热情 黄色和金色象征财富和繁荣 能带来金钱能量 黄色和金色钱包能吸引财富 促进财运的增长 适合追求财务突破的人 绿色代表生计和成长 有助于财运增长 绿色钱包象征着不断增长的财富和繁荣 适合创业者和追求事业发展的人 2.保持整洁 钱包内应保持整洁 不要放入太多无关物品 过于杂乱的钱包会影响财运的聚集 一个整洁有序的钱包 不仅能提高你的理财效率 还能帮助你吸引更多的财富 避免在钱包里放入与金钱无关的物品 如购物小票 废纸 过期的优惠券等 这些杂物会占据钱包的空间 阻碍财运的流动 定期整理钱包 清理不必要的物品 确保钱包内只有必要的现金和卡片 3.适量现金 保持钱包中有适量现金 象征着财富的流动和聚集 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 保持平衡 适量的现金能增强你的财运 带来好运气 钱包中的现金量 应保持在一个适中的水平 既不能太多以至于显得臃肿 也不能太少以至于空荡 适量现金可以象征财富的流动和活力 有助于财运的聚集和增强 4.放置吉祥物 可以在钱包中放置一些象征吉祥的物品 如金元宝 招财猫符 富贵卡片等 以增加财运 这些小物件不仅能带来好运气 还能提升你的财运能量 一金元宝 象征财富和富贵 放在钱包里可以增加财运和财富积累 二.招财猫符 象征招财进宝 能够吸引更多的财富和好运气 三.富贵卡片 象征财富和繁荣 可以增加财运 提升钱包的风水能量 五.避免破损 钱包应保持完好无损 破旧的钱包会影响财运 建议及时更换新钱包 一个完好无损的钱包 能更好地聚集和保持财运 定期检查钱包的状况 及时更换破损或磨损严重的钱包 注意钱包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避免因使用不当而导致的损坏 六.不宜放空 钱包中应始终保持有一定的现金和卡片 避免完全空无遗物 这样有助于财气不断流动 一个不空的钱包 象征着不断的财富流入和聚集 确保钱包中始终有一些现金和必要的卡片 避免钱包完全空无遗物 保持钱包中的现金流动 象征着财富的持续流入和增长 七.钱包的形状 选择形状规整的钱包 不要选择形状奇特的钱包 这样能更好的聚集财气 一个形状规整的钱包 能更有效地聚集和保持财运 选择形状规整的钱包 有助于财运的聚集和增强 避免选择形状过于奇特的钱包 这样可能会影响财运的流动和聚集 八.用法保持一致 钱包最好专门用来存放金钱和重要卡片 不要混入杂物 保持其专一性 一个用途专一的钱包 能更好地发挥其聚集财作用 将钱包专门用于存放现金和重要卡片 避免混入其他杂物 保持钱包的专一用途 有助于提升财运和财富能量 愿你通过合理的风水建议 钱包财气旺盛 财运亨通 生活富足 通过这些简单而有效的风水调整 你将能够增强自己的财运 吸引更多的财富和好运气 实现财务自由和生活的幸福美满 今天的节目详细介绍了 从6月27日起 财运大幅提升的五大幸运生效 具体包括生效龙 生效兔 生效蛇 生效羊和生效猴 我们不仅深入分析了 每个生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能会遇到的好运和机遇 还特别强调了 他们在这段时间需要注意的事项 和应对策略 希望通过这些详细的解析 大家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运势变化 抓住每一个可能带来财富的机会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在视频中 我们还特别提供了一些 关于钱包风水的使用建议 这些建议旨在帮助大家 在财运提升的同时 通过合理的风水布局 进一步增加财富 选择合适的钱包颜色 保持钱包整洁 放置吉祥物等小技巧 都是非常简单易行 却效果显著的方法 通过这些小小的改变 大家可以增强自己的财运 吸引更多的财富能量 让生活变得更加富足和幸福 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财源广进 事业顺利 无论你是哪一个生效 只要付出努力并运用智慧 都有机会在这段时间里 获得显著的财务和事业成就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希望我们的内容 能够为你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和启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和建议